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纹主要是双气 前肢的莲花 构成整个图画 它是一个罐来的 罐以前来说一般民间是用来装一些在厨房装一些食物 可能要腌一下咸菜 放一些菜肝 而双气罐呢 它是一种价装的瓷器来的 通常呢 它就一对一对的买 双气罐的起源呢 首先讲过双气这个起字 应该追溯到去不送的黄安石的时候 黄安石呢 当它高中了状元的时候呢 同一时间呢 它又举办它的婚礼 当然啦 就是双气啦 是吧 又种状元 又娶老婆 是吧 人生两件这么重要的大事 所以呢 它当时结婚的时候 它就想到这么开心 它就把这两件喜事拼在一起 就写了这个 双气这个喜字 那由于黄安石大家都一点都不陌生啦 是吧 那有这么出名的人 之后呢 就有很多的人呢 就用了这个双气 尤其是在结婚的时候 表达一种 就是两重喜事的意思 那就是好似成商嘛 是吧 喜事 一件接一件嘛 是吧 大家都喜欢 所以双气呢 基本上呢 你那个婚嫁 或者是结婚里面呢 是一件必然的装饰来的 那 而这个双气罐呢 两个双气罐呢 其实看见呢 大家都有些的 可能会看见有些它有不同的 这个呢 比较 我可以推上一些 给大家看 这个呢 它是什么时间呢 其实它是一个家庆的时间 那其实双气罐呢 流行在中国是几时的 就是清中期 家庆的时间 双气罐就开始流行 那一直流行到清晚期 那所以呢 就在清中期到晚期里面呢 我们基本上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家庆 前庆都是清三代盛世之一 那到家庆开始呢 经济各方面呢 政治开始都是向着向下波 那但是由于它还是刚刚接连到乾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它的画工各方面呢 都保留到很多 当时乾隆那些师傅的技术水平 因为乾隆死了而已 那些师傅不是突然一起死的嘛 那它很多师傅啊 很多技艺呢 它都不会立刻失传的嘛 那那些师傅啊成的呢 它都是能够画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即使是文谣都好 因为这些这样的商喜冠呢 基本上都是文谣来的 都不会在官邀里面出现的 那所以我们在家庆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呢 很画得很漂亮 好像乾隆 就是清三代 比较高水平的 艺术水平的手工 手工艺 好像画得这样 是一个 好像淡苗 淡苗就好像一个描绘 画一些线条啊 画出来 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浅淡色的 特意表达到出来 所以就用喜字的这个色呢 都见得它 没有那么深蓝的 它是一个很浅淡 很清牙 很清牙脱续的一种表现手法 每一画的呢 都是画得很细緻 很精緻地画出来的 那所以如果你用一个 走迈一点去看 或者我捧起来一点 给大家看一看 那可以看得到 它的手工啊 那个画法呢 其实每一笔每一笔都画得很精緻的 是一件 画工 相当高水平的一件 商喜冠的 竞艺术品来的 那所以当时呢 画这一件呢 它是万物质质的 但是都不会有凌乱的感觉 因为它真的每一笔每一画呢 都是比较均匀地布置的 就不是说很快速地画的 所以看到当时呢 它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去制作出来 去画这些图案出来的 那在这个罐的上面呢 是一个什么文色呢 是绘文 那是一个生生不断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而底部呢 我们看看底部 这件青花罐底部 它是一个比较窄的 一个圆圆地 一个像泥秋背那样的圈竹 那这个呢 也是家庆的一个呢 比较常出现圆竹的一个做法 那它的下面呢 就有很多粟油点 就是那些一点点好像凹了下去 那样的 我们叫做粟油点 那整体来说呢 它的油也都比较厚 表面呢 就比较清色 青花发色呢 都是一个比较美的效果 看下去呢 就精致美丽 那这里有一个盖子的 它本来是盖住的 因为其实这些这样的罐呢 清代的罐呢 我们叫做沙口罐 沙口罐 意思是它这个口呢 就是这个口 这个圆呢 这个圆呢 这个口呢 这个边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不落油 不落油的 不画颜色的 基本上呢 就是露了个胎出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呢 当时的盖子呢 这个盖子呢 它是盖住的 会跟一个磨擦来的 会接触的 所以清朝的罐呢 基本上呢 这个圆口边呢 都是露胎 我们叫沙口罐 像沙这样的 有一个沙口罐 基本上沙口罐呢 就一定有个盖子的 但是很可惜了 这个盖子呢 就不是原装盖子 你看这个盖子 就是清花颜色的发色 和画的仔细情况呢 是差很远的 这个 譬如这个 双喜是一个比较深的蓝色 而它是一个很淡雅的蓝色 它是一个刻意 或者很淡雅 而很工整的 它每一个勾出来的线条呢 里面就再填色 那这个呢 它直接勾立得来 但是你看得到它是很粗糙的 这些线条呢 就不规整的 就是有粗有油 但是这个整体来说呢 就很规整的 是很细致的 是不是有盖子配下去 其实就不是很适合的 但是呢 当时买的时候呢 因为有盖 没有盖 价钱可以差一半的 那如果你配一个原装盖的话 它就是一件完整的物品了 但是没有了盖呢 它就缺乏了一点点 它在一个价值方面就会受影响的 那所以有少少可惜就说 它不是配一个原装盖 那但是整体整件东西的公仔图案呢 就真的获得相安之美丽 真的很美 那我们可以将这件东西放在一边 我又讲讲另外这一件 那这一件呢 都是清中期的 就是杜光了 又比嘉庆呢 又迟了二三十年了 它之后呢 都承计到清中期的特色 就是说 它那个清花的颜色呢 都是比较 和胎结合得比较好的 所以看下去呢 它是和胎呢 都是会比较 会清晰一点的 不会太化的 而清中期的特色呢 它的清花呢 普遍呢 尤其是杜光呢 它比较灰 灰蓝色 所以你看到呢 它这个蓝呢 蓝得利呢 就有灰灰的 黑的 灰灰的 那这个也是杜光一个特色 那它杜光来说呢 经济呢 已经开始 都很差的了 已经 那所以你会见到画这些 这样的 欧连这些的文色呢 它现在相对呢 就粗很多了 就没有那么幼势 没有那么幼势 也会发显到呢 经济差啦 那些人 购物力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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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的钱就少了 自然 购物也买不起了 那所以这师傅呢 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有些精力去画 gutes 就粗一点的 差一点也 那 delivered到家 manufacturer 他们可以个商品购物 可以得到购物ulo council 但是让自己去用 所以 这个相对来说呢 这製作绘画的图案 тоcusa 相对来说呢 雙喜罐就粗很多了 我可以放在一起給大家看看 大家去看看 它相對呢 你看它的髮色也好 畫的圖紋也好 相對是簡單 應該是很快速的用筆 去畫出來 完成一件產品 跟我這一件 我可以再給大家看看 跟我這一件加慶的 一個高水平的 一個雙喜罐 每一個歐連畫出來 每一個前肢都畫得很漂亮很漂亮的 它的整體的效果 每一個 每一個花葉 它都是相夾的空間 都是黑到好處的 它雖然多 但你不會覺得亂 這個就是那個技術水平的高低的 比較的顯現 而這個呢 你畫得 它相對會覺得有點亂的感覺 因為它就畫得比較粗 比較快 雖然他們都經常畫 每天畫 每天畫 因為做這些 你也知道 以前中國的勞工 他不是回到晚五 有太陽開始 做到天黑 有時候天黑 有時候加班的 可能是在很暗的蠟燭 或者在油燈上面 他們都要開工的 但是 如果你這樣做 就好然把一些 這麼精美的蠟燭 就會做得差 所以如果粗糙的 就可以在晚上 暗一點的情況 做 就算做得沒有那麼好 都可以接受 兩件瓷器 這個呢 蓋都沒有了 那件就有個蓋 雖然原裝 都是有蓋 都加了分 這個扣分扣了很多 而 而 倒缸來講 看看倒缸的底 它的底 基本上 都仍然 有一個比較圓的底 但是 接近 它就開始平很多了 而 圈竹力比較闊 那 火石紅 就是這些紅紅的顏色 就比較現了 那 代表它的圖洗 沒有做得那麼好 多一些 的成分 在這裡 那 整個的瓷器 整體來講的效果 都算是不錯的 在精中期來講 這個瓷器 屬於 中間 中下度的 水平 而我 另外一件 這一件 加慶 就屬於一個高水平的 那 看得到 買這個瓷器 付的錢 因為它 生肌又大很多 那 這件就小很多 是吧 畫得那麼精細的 這件 那麼精細的瓷器 它自然 價錢又貴很多 那 所以 其實呢 除了我們看同一件商喜冠 同一個尺碼之外 還要看一看它製作出來 這個藝術水平 畫那個精細度 粗 還是幼 是吧 清 家慶的時間 很多時候 瓷器那個形 都是 類似這個形狀 那樣的 如果乾隆呢 它就相對 就會窄身一些 家慶又會闊一些 你看見它比較闊 矮 闊一些 去到 杜光來講 瓷器呢 它又會收窄一些 那 就 比較少這個 這樣的 出現 這個也是 看到它的 年代的分別 青花的髮色 這個呢 看起來是很淡雅 很漂亮 而這個 濃艷得來 我覺得它有少少 黑乳 所以呢 在這個 藝術的 角度來講 家慶 這個 比較淡妙一點的 畫法 是我更加喜歡的 那個 所以這件 瓷器呢 就算價錢貴一些 我都不會買的 因為我覺得 比較難找到 一件這麼漂亮的 雙喜罐 雙喜二頭好 是吧 喜上街 有去喜事 是吧 誰不喜歡 那這件呢 買來呢 其實一個原因 就是 研究杜光時那個 就是瓷器的形狀 那個青花的顏色 那作為一個標本 OK的 價值當時買都不會很貴 那當時我買大概是千多元港幣 那 那 因為我們研究瓷器呢 我們一定要很多標本的 那 不同的時代 氣形也好 顏色也好 是吧 那個圈竹也好 那 那個圈竹裡面的特色也好 裡面 那個 這個罐裡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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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的瓷器的分別也好 我們都是會研究的 那 在各方面比較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得多 看得多 看得多 摸得多 那麼我們就會慢慢呢 培養到我們對 這些瓷器 那個觸覺 或者那個 知識 那個經驗 那 如果大家是對瓷器有興趣的 那 可以買一些價值不是太高的 真也好 假也好 我們都要買 假的 我們買回去研究一下 假和真是有什麼分別 有件實物 我們可以 比對 所以 即使買了假的 它都有一個很高的研究價值 因為你買的可能很新的 它可能是 近半年 一年有的 那 可能現在就是景德鎮的製作方法 假瓷器 那你作為一個 買瓷器的人 你都 有希望不要買到假瓷器 那你都要研究假瓷器 所以 假瓷器 你買回來 不要緊 你去研究一下 我都買很多假瓷器的 尤其是最初呢 第一次買了幾千元 全部假 第二次買 幾千元 又是全部是假 第三次 才開始有真瓷器 但是那些假瓷器 作為我起步來講 我鼓募了很多 因為 這件的 有假的 那件也是研究假的 這件很漂亮 那件很漂亮 在過程裡面 我又學習了很多東西 更加極了我一個 對買真瓷器的欲望 和研究的興趣 古玩來說 瓷器也好 銅器也好 肉器也好 雜巷也好 其實呢 只要大家 不要花太多錢 尤其大家是不熟 不懂的 不要花太多錢 如果你是一點都不懂的 買一些三五百元 回來研究一下 爭好 搞好 這個可以促進你 推動力 去研究一件 看見他 這件跟真瓷器有什麼分別 可能看書 看視頻 是吧 上網查 都會被你找到答案 研究瓷器也好 玩瓷器也好 玩瓷器也好 甚至又能夠發展到成為一個買賣賺錢的一個正職或兼職也好 都是一條漫漫的路 今天就大致上是這樣 記住大眾收場 我是Vilson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